主料,腊肠三根,蒜苔一斤,辅料,盐,酱油,好油,准备好腊肠和蒜苔,锅中水烧开,将腊肠焯熟,锅中放入少许油,油一定要少,因为腊肠出油,放入蒜苔,翻炒一分钟后放入酱油,我喜欢吃炒的软一些蒜苔,就多炒了一会,可以稍微放点水炒,炒得差不多后就可以放入腊肠, 翻炒几下后放入盐,再次翻炒几下,放入耗油翻炒,盛盘即可食用,烹饪技巧,耗油是代替鸡精调味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